全新的兰博基尼大牛Revelto 其实在我小时候我的印象中 兰博基尼是最能代表超级跑车的 Diablo Moshlago Contax Aventador 就每一台车都感觉很愤怒很危险 然后又让人很有距离感 我觉得这就是超跑在我们心中的感觉 其实现在当Revelto问世的时候 可能好像有很多人觉得 它没有那么的惊艳 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互联网太发达了 或者绘图软件太先进了 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了太多 它可能会是的样子 以至于它真的停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会有一些像 但当你看到实车的时候 这台车非常非常的震撼 Power 非常顺滑的动力 想要就有 现在我用在Corsa的驾驶模式 Performance的动力 应该是这辆车能给到的所有了 非常的强劲 这台万转表底的6.5升V12自吸发动机 自重才218公斤 在9250转输出分值825马力 加上三台电机的辅助 综合输出1015马力 2.5秒内可以破百 其中两台轴向磁动电机在前轴 而另一台镜向磁动电机 在后轴的变速箱上方 没有了传动轴 所以1.55米长 3.8度的锂电池被安装在了传动轴通道内 在新大牛上 兰博基尼终于用上了正确的变速箱 8速双离合 挡挡有力 换挡顺滑 不会像单离合变速箱一样那么的扭捏 即便在很大的侧向计值时 升挡 降挡 车子的稳定性都非常的好 哇 哇 这刹车非常强 就可以让我在更晚的地方去制动 电驱动的扭矩时辆分配 加上四轮驱动 后轮转向 过弯的时候非常聪明 这在的这个T8 是很考验车子的动态的 这个新的V12大牛还是很愤怒啊 但这个弯其实很少有车会用到一档 我没有想到新的大牛竟然那么的好开 过去的V12总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你要觉得你想拿捏住它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这台Revolta会显得友好很多 不是说我能拿捏它 但它确实给我一种更好的诚意 好像来吧兄弟 我配合你 我们一起战斗 Fighting 回到Pitt 把驾驶模式切到City 这个时候这台车就是纯电行驶了 新世代的兰博基尼大牛 纯电驱动 180马力的分值输出 哈哈哈 兰博基尼从1963年创立开始的第一台车350GT 用的就是V12发动机 所以V12对于兰博来说 V12等于兰博 兰博等于V12 这套V12的混合动力总成其实是全新的 但V12的本体它是相较于Avanador 调转了180度的位置 放在这边以适配整个Hybrid这套东西 但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最新的 而且可靠的消息就是 兰博基尼正在研发下一代全新的V12发动机 我觉得放在2024年能够听到这个消息 尚管駕鲚度 开完新的V12大牛 我们再来试试已经停产的V10小牛 五若坎 哇,这声音好愤怒啊 真的隔着头盔都能听得让人非常亢奋 车子很轻很灵活 单重不到1.4吨的车子 就这种中置后驱车的感觉跟四驱的还是不太一样 会有一点点危险的感觉 一搭一车这种固定式拨片的感觉是真的很棒 就从绝对便利性上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在操作的感觉上 绝对到位啊 好爽啊 哇 纯燃油的高转的大牌自吸的感觉 很快 但不是绝对的快 但是很爽 真的非常的爽 在高转自吸的嘹亮声浪中度过了半天 实属梦幻 可能有人会说这些车太高端了 不够接力气 但我觉得 只要像蛮牛这样的旗帜不倒 疯狂的创造者还在 那么内燃机就依旧有让人继续痴迷的理由 不够接力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